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大雨治水 我猜这是精卫填海 我看到一只鸟正在闲着石子往海里填 古代神话故事流传至今几千年 充满了丰富奇妙的想象 今天我们学习的神话故事是一射九日 一是古人的名字 传说是下代有穷国的君主 是个神剑手 剑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这就是剑 这是剑头 请你读剑头 这是剑感 你读剑感 这是剑语 再读剑语 古时候剑感通常是用竹字造的 所以剑是竹字头 请你读剑 剑 剑 射剑用的工具是弓 弓是古代常用的兵器 把剑搭在弓的弦上 拉开弓 把剑放出去 就是射 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请你读射 射 射 现在你知道一射九日 是什么意思了吧 我知道了 一射九日 就是一用剑射了九个太阳 理解了意思 再来读课题 一射九日 一起读 一射九日 相信同学们在课前 一定认真欲学过课文了 听听同学们的欲学反馈吧 我能朗读课文 这篇课文有七个自然段 我圈出了带有生字的词语 我来当小老师 请大家跟我读一读 我发现 我发现 请你读一射九日 执日 装甲 平舌音 还有 窜 乱窜 再读读 乱窜 滋润 去掉拼音 我还能读准 去掉拼音我还能读准 执日 融化 艰难 暴裂 乱窜 炎热 装甲 滋润 奔腾 字音都退读了 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下面这些字呢 我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直和尖 直竖的直把木字旁换成单人旁 就是执日的直 很多的很 把双人旁换成柚字旁 就是尖 尖难的尖 在这个长句子中 庄稼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生词 请你读 庄稼 联系生活 说一说 你都知道哪些庄稼 我知道 水稻 小麦 玉米 这些庄稼 它们都是农作物 所以 稼是盒子旁的 原来 没有太阳 这些人们吃的粮食都没有了 这些庄稼 都不能生长了 生字词语都会读了 默读课文 想想故事的起因 经过 结果 都讲了什么 默读时 注意 第一 不止读 就是看清每一个字 不一目十行 要边读 边思考 第二 不动唇 不要发出声音 课文 读完了 你知道故事的起因了吗 我知道 故事的起因 是十个太阳一起升到空中 制靠着大地 人类的日子很艰难 老师把起因记录到表格中了 经过呢 后来 E 数下了九个太阳 留下了最后一个 经过也记录好了 结果怎么样 最后 大地上重新现出了 勃勃生机 表格记录完整了 你能根据起因 经过 结果 把故事的主要内容 讲一讲吗 很久很久以前 十颗太阳一起升到空中 制靠着大地 人类的日子很艰难 后来 E 说下了九个太阳 留下了最后一个 最后 大地上重新现出了勃勃生机 真好 你用上了时间词 连接词 把故事的起因 经过 结果 连起来说得很完整 知道了故事的主要内容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福桑树上有十个太阳 怎么都不会烧着 什么样的剑能把太阳射下来 依既然可以射太阳 它的力气得有多大 是啊 你们问的问题正是我们生活中没有的现象 这正是神话故事的神奇之处 让我们聚焦 故事里哪些内容很神奇 要知道起因部分有哪些神奇的地方 先要知道这个部分有哪些画面 起因有三个自然段 我们先看第一自然段 用上莫读锦囊 不止读 不动唇 莫读课文 画一画 我读出了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我们画的是福桑的枝头 站着一个太阳 底下还有九个太阳 第二个画面是十个太阳 每天轮换 我们画的是一个太阳往上去 准备去植日 一个太阳植日结束了 正准备休息呢 继续用莫读锦囊 莫读第二自然段 又有什么画面 这一部分是说 天空中一下出现了十个太阳 哦 这幅图是说 十个太阳一起出来了 继续莫读第三自然段 还有什么画面 最后的画面 是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 通过同学们的梳理 我们知道了 琴部分原来有四个画面 你觉得哪个画面最神奇 我觉得第一个画面最神奇 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太阳啊 太不可思议了 树上怎么长太阳 福桑是棵什么树啊 我知道福桑可不是一棵普通的树 传说它是太阳树 生长在古代的东方大海中 太阳女神为她的儿子金乌 在福桑树这里驾车出发 是啊 太神奇了 第二个画面也很神奇 太阳居然驾着车 从东往西穿过 每天轮换 每天轮换 用下文一个词来说就是 我知道 是轮流直日 直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请你读直 直日 什么是轮流直日 我们在班级劳动的时候就会直日 第一组劳动完 第二组接着劳动 第二组完成后 第三组继续劳动 这就是轮流直日 那在课文中呢 就是每一天有一轮太阳在上面 其他的在下面 第二天下一轮太阳在上面 其他的在下面 这就叫轮流直日 带着你的理解 再来读一读吧 每天天快亮时 扶桑之头的太阳 就坐上两轮车 开始从东往西穿过天空 十个太阳每天轮换 给大地万物带来光明和温暖 这里也很神奇 十个太阳一块出来了 就像十个淘气的孩子 不守纪律 不轮流直日 太神奇了 我觉得神奇的是 十个太阳都到天空中了 地球变成了一个大烤箱了 人们都在烤箱里烤着了 这天气该多烤啊 十个太阳都出来 整个世界都得是火红火红的 成了红彤彤的火的世界了吧 带着你的感受 再来读一读这神奇的画面吧 可是有一天 这十个太阳觉得 轮流直日太没意思了 于是他们一起跑了出来 出现在天空中 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球 制烤着大地 这些画面是神奇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神奇 人类的日子才艰难啊 你从哪儿看出艰难 我从荷苗被晒枯了 看出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 我仿佛看到绿绿的荷苗 因为十个太阳跑出来 天气太热了 都晒成了黄黄的干草 全部都死了 人们都吃不上饭了 我补充 土地被烤焦了 这让我仿佛看到 土地干得变成像焦炭一般 黑黑的 还咧着大口子 人们该怎么过日子啊 太惨了 江河里的水 快要蒸干了 连地上的沙石 好像都要融化了 融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生字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古时候的融 就是把物体放在火里烤 物体都变成液体了 我知道 放在课文中是说 坚硬的沙子和石头都变成液体了 日子太艰难了 河苗 土地 江河 沙石 它们都怎么样了 河苗晒枯 土地烤焦 江河蒸干 沙石融化 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你发现了什么 晒枯 烤焦 蒸干 融化 这些字的日子旁 火字旁 四点底 表示这些词语都与太阳的热有关 就像现在大地的景象 空中有着十个大火球炙烤着 真热啊 是啊 还有炙烤 炎热 课文用不重复的词语 写出了太阳的热 中国语言文字太丰富了 如果你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你的生活会怎样呢 山上的树都枯死了 果子还没成熟 也不能继续生长了 太阳烤的大地直冒烟 房子也快被点着了 人们都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家里热得像蒸笼 好想河水啊 可是水都蒸干了 日子太煎熬了 家里的深处也因为喝不上水 都活活渴死了 亲爱的同学们 人类的日子太艰难了 回到句子中 河苗被晒枯了 土地被烤焦了 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 连地上的沙石 好像都要融化了 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 我们在奇音部分感受到了神奇 感受到了艰难 通过同学们画的画面 接龙说一说故事的奇音吧 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 福桑树上有十个太阳 他们每天轮流升起 但有一天 他们觉得太没意思了 就一起升上了天空 制烤着大地 河苗被晒枯了 土地被烤焦了 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 连地上的沙石 好像都要融化了 人类的生活特别艰难 读到这里 你知道艺 为什么要设下九个太阳了吧 十个太阳 觉得轮流直日太没意思 一起跑到天空中 人类的生活特别艰难 这里的觉 直 泪 尖 都是我们要会写的生字 我们先来写觉和泪 谁来提这同学 该如何写对 觉的第二笔是点 我要写成数 泪的上边是米 最后一点那要改成点 在前字格中又该如何写好呢 一看结构 觉和泪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觉是上下等宽的 泪是上窄下宽的 老师先来写 请你认真看 绝 下面的键 撇和树弯钩 要写舒展 泪先写米 下面的大 横要长 撇 那也要写舒展 现在调整你的坐姿和握笔姿势 一起来写一写这两个字吧 字写完了 让我们起来运动运动